台東南網部落族人與國立使勤館共同合作 在北南遺址公園遊客中心舉辦手足之間 北南族傳統建築文化特展 Puyuma實驗小學的學生們也用歌聲為活動展開序幕 現場也展出北南族傳統家屋與少年會所模型 以及各類傳統建築工法 希望透過展出呈現祖先傳承的文化內涵與工藝技術 族人表示過去部落房屋使用的建材主要是竹子以及茅草 但受外了文化的影響房屋建材被鋼筋水泥取代 仅剩下傳統聚會所以及少年會所 還可以看見傳統建築工法 希望透過實踐 讓祖先們的生活智慧被看見 他雖然全部都是用自然素材去搭建起來 可是並不會說會不堅固 建物上在力學上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不會 我們也希望可以跟部落一起合作 讓這樣的一個傳統的工藝技術 老人家的建築方面的智慧都能夠保留下來 手足之間被鋼筑傳統建築文化特展 即日期展出至9月10號 族人也期待能讓更多民眾認識被鋼筑部落 傳統建築與生活體驗 重新鏈結人與建築以及自然環境的密切關係 原始新的文件 教授的幫你台中市場報導